我,我真的是,我真的是有点,就是说,你们这些小孩,我,我再强调一遍,你们这些小孩,能不能头脑清醒一点,想一想,懂不懂马克思这件事情,如果懂不懂马克思的标准,被拿来,被用来,授予,行动的合法性, 你们这些小孩,那,谁可以用来去判定别人懂不懂马克思,就这群人,就这些老人,还他徒子徒孙,他们有资格去判定,谁懂马克思,谁不懂马克思,谁可以批评马克思,谁不可以批评马克思,谁可以用其他视角去,去分析判断马克思,谁不能用其他视角,学术,也就是学术上,要超于马克思,我们都没说学术上超于马克思, 我们说学术上成为马克思,还,还都可笑至极,我最后说的,有一个可笑至极的,这群人的理论,真的是可笑至极的理论,可笑至极的,有一个可笑至极的理论,说,在这个时代,绕过马克思,绕过马克思去学黑格,就相当于这个时代,不学,不学什么,绕过,朗道, 去学牛顿,这个比喻,我觉得可笑至极,你明白吗,这是可笑至极的比喻,一方面,一方面,绝大部分的物理,物理学家,肯定是先学牛顿,经典的一些体系, 再学朗道,或者说量子力学,普朗克,爱因斯坦的,你学过物理的,你肯定都知道,再学什么,薛定谔,再学现在,就是说,是有二世纪的德国,就是说,泛德意志地区的物理学发展史的,肯定是先学这个,再学这个的,所以,如果按照这个比喻的话,现在的理论家,肯定是先学黑格,再学马克思, 因为黑格的体系,是个经典体系,黑格的资产阶级,意识形态,或者说伦理,精神性建制的体系,是个经典体系, 另外,就是说,这方面,你们恰恰,就如果非要这样说,那肯定是先学黑格,再学马克思,另外一方面,朗道和牛顿,或者我们说,现代量子力学,量子力学和相对论, 和牛顿力学,和牛顿力学啊,我们尤其要说的,他们之间的,首先,当然有革命性,当然有革命性,我这个东西欺负你们,没文化了,你比如说广向,广向实际上是把牛顿的, 绝对性推到底了,你知道吗,广,广义相对论,实际上它具有某种绝对主义在里面, 它具有某种绝对主义在里面,就是说,就是,就是,以太反而被拯救了,你知道吗,对于广向而言,以太反而被拯救了, 只不过以太不再是以太,以太是什么,杜归张亮,以太被,以太不再作为一个, 就是说,你们有没有点文化,有没有点,起码,就是牛顿力学里面,还预设,某种刚性以太,对不对,某种刚性以太, 只不过这个刚性以太,到广向里面,它不再是刚性的了, 它变成了,局部空间的,几何学性状,几何学的displacement, 哎呀,又拿死了,我记不得不是displacement,就是,几何学的一个,配置, 几何学配置,它哪个术语,我记不得了, 啊,就,geometry,它是,配,配置,那个质,就是,有位置的那个,displacement, 啊,就,就是,刚性以太变成了,空间的,这个,几何学的displacement, 就是,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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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一个,我们,我,当时我翻译的,这个书不得吧,都还是我, 几何学的配型嘛,我们翻译成配型,啊,几何学的配型,几何配型, 空间的几何配型,这个空间几何配型,它其实是,就是,所有的空间都有的, 其实,它是,某种意义上,它说,呃,它是继承了牛顿的,某种意义上,它继承牛顿,明白吗? 它继承牛顿的,思维方式的,量子力学同样如此,量子力学,里面的波动力学,波力二向性,波动力学, 或者说,我们统计性的,统计力学,就是用统计学模型,用波动性的模型,来代替,这个,这个,这个,代替那些物理性的,那,那种,就是,一个个小点的,那种,那叫什么子的,就是, 就是,就是,那些基本粒子,用波来,重新定义,一个基本粒子的,这种,这种思维方式,用关系性,我们或者说,用关系来代替实体性, 而代替实体性,这个是对于牛顿力学的,思维方式的继承和发展,明白了吗? 就是,它是,牛顿力学,它的思维是在去实体化,用力来把握事物,力无非是一种关系,你懂吗? 而波动力学,只不过进一步的用,用,把这种,力的那种,这种,那种,质点性的,我们质点这个词中想的,质点性的,实体性的,再给它取消掉, 微光物理当中,质点性的东西,所以,你现在可以看到,量子力学,实际上是牛顿力学的去实体化, 去实体化,在微观层面的应用,明白了吧? 所以,无论是量子力学,还是相对论,它在精神上,都是牛顿力学的一个重要的继承, 重要的继承,这是比牛顿更牛顿,你懂了吗? 爱因斯坦和普朗克,薛尼克这种人,它是比牛顿更牛顿,它的科学精神是一贯之的, 马克思在我看来,它是比黑格更黑格,你知道吗? 比黑格更具有激进性,更具有革命性,更具有普遍性,更具有它的精神性, 除非你能够,哎呀,我就是觉得你,就是这无知啊,真的是无知, 就那个什么春草,这个什么春草,还有什么杨和平, 就傻乎乎的,你懂吗?你懂吗?你懂现代科学史吗? 你懂牛顿和,和相对论和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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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量子力学的关系吗? 你懂黑格和马克思的关系吗? 我真的是我,我出生在这个时代,我的智力,我的心血,我的精力, 不是想应付你们这种愚昧的,我,我真的很不情愿面对这种无知和愚昧, 我很不情愿面对这种无知和愚昧,好吧,那讲到这边。 谢谢啊!